来我们这边看JHS对阵狼队的第三局上半场 地图是红教堂 这里的话艾莉是看了一下这种选择打雕刻 我觉得他本来应该是想要打邦邦的 看你不选昆仑学者 那我雕刻的影面更高一点 他这边的话没有带张狂 那就应该是彩版加挽留的一个配置 泰传送祭司第一个动达好 这套神龙的话上来如果说是抓呱呱这边的画家 对于穷者来讲还是比较有利的 这边穿掉这个洞不让你用这个洞 然后这边画家往里一翻 艾莉最好是去找这个囚徒 找这个画家嘛 这只能看就是预判雕像能不能起节奏了 能不能起伤害了 如果起不了这让画家画出画来 其实还蛮难受的 这边交互点博弈好的 这里呱呱 还是吃到了一下 不过艾莉这边好像似乎没什么兴趣 因为追画家他很难赢 就追画家他很难赢 这边是过来找到了初初的祭司 一个洞 这个洞有点短 不过问题不大 起到了一个就是拉开生位的一个作用 然后这边的话祭司应该是一个洞再进教堂了 看艾莉这边雕像能不能打断 位置上面来看 这边不想让你进教堂打一刀 一个洞直接拉走 然后往前开始祭司的标准绕教堂 一个翻板加速 后面一个窗 这里的雕像能不能封住这个口 夹一下 没夹到 没夹到 再兜一圈 祭司的洞可能续不出来 艾莉这边是有封窗的 所以说这祭司 进到里面发现窗被封了 可能就要倒了 这个距离要拉近了 看窗被封了 只能往这个窗走 这个窗走 这边一夹 这虽然说一边窗被封了 但还有一边窗 这样的话再绕一圈 祭司的洞差不多了 倒应该是要倒了 这个位置的话没有交互点了 它洞还没蓄出来 倒应该是要倒 但是这边穷者的一个机子 其实修的还是非常非常多的 大老师的话又给到了一个 非常高的一个三跑率 因为前期第一波抓的有点慢了 这第一波确实抓的有点慢了 囚徒这里进墓地 机子差不多够了 机子差不多够了 傭兵的话 艾莉这边要赢的话 他需要打一波至少双岛以上的一个防守 至少双岛以上的防守 这里能不能追一刀 夹一下追一刀 直接打了一刀 雕像回来 一个洞 祭司打洞走 往前面拉点 只要不倒遗产机 傭兵机子一补 追一刀 艾莉这边差一个雕像存在感到二阶 能不能补一个雕像 他很需要这个二阶 非常非常需要这个二阶 雕像赶紧交 能补到这个雕像的话 我觉得平局能保下来 如果这个雕像补不到 这平局都不一定好说呀 因为这边外面两台机都在修了 而且这画家感觉他的机子修完以后可以过来一起打架的 这边囚图机子够了 让囚图补 然后画家这边过来吸化 又灭到脸上 然后待会再补一幅画 这边画家应该也是到到了吧 差不多了 来画家来了 画家来了 这里能不能救下来 画家开始画画 当你灭画 当你灭画 救下来 一刀 画家都画出来了 又没有没有强摸 百分之八的鸡 强摸 两个人强摸 雕像打 画放了一幅 画了一放了一幅 推开 这边一刀斩 留下的是祭司还行 这边的话一刀斩留下的是祭司 留下祭司 要回来 那应该有机会能打平 还有个传送 这边的话 留下其他人 我感觉都有可能能打三跑 但是留下祭司的话 应该是没关系 他这边可以挂飞一个人嘛 这一波主要这个画 没有摆到艾莉的面前 当然也有可能 也有一个原因 就是艾莉这边的话 确实他给 他的那个 转向转的比较好 完全没有看到这幅画 手里面还有一幅画 但这边的佣兵手上是有个护臂的 佣兵这边可能准备跳地窖 囚徒这边的话还没点上门 雕像 能补到伤害吗 画家点大门 囚徒点小门 佣兵手上一个护臂 一个护臂走地窖 不好说 艾莉这边觉得要管门 看一下囚徒 但囚徒少有受电的 这样的话 这里画家的画画完了 这边我给队友补一幅画 艾莉这边稍微有点犹豫 这里画一补 那要三跑 最终还是打了一个三跑 当时其实管这个佣兵的话 应该是能保下这个平局的 但是他这边就是因为看到地窖就在这边 他照了一手 然后想想去就干扰一下那边开门 然后再来处理这个佣兵 但没想到这两边点门的 所以这边的话就直接冲大门了